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称之为成人发展理论 而成人发展理论来自于好几位专家 他们都是留意到心理上面有一个概念 叫做自我发展 自我 Ego Ego就是你怎么看自己 你怎么看他人 你的界限 你对于所谓的自己 这个界限划在哪里 这个东西是我的 你不要胖 这个是外面的 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部分当中是关于自我 当然自我是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 我们这边有兴趣的是说 这个模型带进发展 领导力上面 它的可适用性是什么 其实你想一想 其实也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leader 他的自我很大 什么事情就关于 me 你知道他很难 跟人协助 跟人合作 大家这种的心智 走进一个所谓的复杂的区域 就死得更快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leader 他的心智 一个road map的话 起码是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说一个人的 发展的历程当中 这边我们借用一个概念 就是他的复杂性 这个复杂性最主要是 影响到他什么呢 心智 关于他怎么对于世界的理解 他觉得这个世界是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举个例子 他觉得这个世界 都是其他人来抢我的东西 来贪我的东西 或者是跟我是竞争的 另外一种世界观当中 他觉得合作是很重要 所以我很愿意让利 我很愿意有不同的合作空间 去协调 这种是两种不一样的性质 所以在这个路程当中 它并不是说一下子 就成为什么很高阶段的 我们还有一个road map 先从第一个阶段 我们来这边开始 我们第一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只是一个标签 所有标签都是错的 只不过它给我们一个方便 所以各位不要介意 我用这个词为的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它是反应非常非常的快 灵活 这种灵活性往往是来自当下 它更多的关注是什么呢 自我的利益 同时其他人对它来说 是什么人呢 是一个敌人 基本上个人来说 他经常会进入到一种 所谓的竞争的模式 整个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什么很重要的资源 反应非常快 而且对于规章制度 它都有另外一种理解的方式 这些规章往往都会出现一些漏洞 它都特别厉害 crack the system 他们因为有这个quality 也不完全是不好 某程度上面是需要的 举个例子 我现在在现场 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现在是很多东西都要临场反应 如果我没有这个资源的话 我的临场反应是非常笨 活硬硬的 我没有一种生命力 所以某程度上面 在这个程度当中是很具有生命力 但相对来说 它会比较适合在第一线员工上面 如果你有好的规矩 好的一些所谓的制度以及系统 来归先他们的表现 他们只是好好的去perform 而且他会感觉到 你是公平对待他们的话 他们在这个部分当中 他们的发挥会非常好 另外一种处境 如果你是一个cell 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讲那么多干嘛 closing了是不是 买单了 你要结果嘛 所以地位主义的这种活力 是很重要 只不过他只有这一招的话 他很难当主管 因为他会不喜欢去planning 他觉得planning没用 我临场反应会更好 他喜欢转漏洞 他对于建立系统 没有这个兴趣 他没有更多的对外面的那个理解 所以自然对于外在环境的那种扫描 兴趣不大 他关注的当下 我自己的利益怎么保证 我们觉得在leader的位置当中 比较少有 就放这种人进来 但是万一有的话 结果他的表现是这样子 OK 好了 下一个阶段 他会走到另外一边去 我们称之为 礼节主导 礼节主导 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举几个keywords 关键词吧 迎合的 合开的 顺从的 你是舒服的跟这些人 你觉得是有团友的 他会能够为人设赏 但是你不要赏得太高 为什么 因为 这一边 如果这个leader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个人在外面都是敌人 是不是会很累啊 所以我现在是拉帮 结派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保误我自己的利益 当然在这个位置当中 守一些规矩 它是一个所谓的文化的 以及所谓的传统的 做法的守护者 因为有一个特征 相对来说是莫守成规 他不会太想要改变 也有很多时候在这边 我们看到很多leader 是相对来说 不喜欢冲突 尤其是兄弟之间 同事之间 那群这一群人 我们很怕冲突 我们走在一起 可以对外 fight 我们可以对外争取 可以对外打仗 但是在对内的话 他觉得是要很多 很不容易卡的 所以这个部分当中 它是一个和谐 它是一个文化传统的 保护者 我们大部分的 华人世界的leader 这个底气 非常耗重 我的意思是说 哪怕我们现在在做的 各位leader 你都带有这个部分 这个是什么 我们文化的底蕴来的 所以某程度上面 我们相对的是集体主义 我们比较是合拍 合群 做事情 如果是有人发号施令 或者是这个没有违反 我们做事的某种的传统的话 很合理 很合理 整个亚洲地区都是这种气氛 不仅仅是中国 哪怕你去泰国 你去马来西亚 你去韩国 你去日本 都是这种氛围 这种底蕴 是跟这个华人世界的 华人文化是相对有关 这个部分 它是现在来说 是整个gravity 整个gravity的意思是说 这个的部分是很重 如果我们说 那个发展上去的话 这个部分 你如何更多地认清 自己的这个礼节的部分 成为了你作为一个leader 很重要的功课之一 好 所以这个呢 是关于守住 守住一些礼 守住一些各往的做法 你是希望能够在这边 做一个好好的宣承 所以某程度上面 你碰到这一群人 他们都称之为 Yes Man Yes 什么都可以 先点头 习惯来的 点头 所以相对来说 是比较小 Say no 我这边呢 画一条横线 这条横线是重要的 聊到这一边 各位不要不爱 这两个层次 为什么 你生活 如果没有50%以上的时间 是带着这两个的元素的话 你比较不像一个人 为什么 你每一天生活 你都要为自己 着想 或者是在公车上面 你碰到一个人 他没有戴口罩 打喷嚏 你马上会自己躲在一旁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为自己保护 这个self protection 你是不是希望 有一些朋友 跟你一起来吹水 或者是来聊天 你当然希望 这个是很自然 一种生活的元素的部分 但是下一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 专家 expert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也是理 只不过 他从这个理 跑到这个理 道理 他开始决定道理 他开始尊重知识 他开始觉得 我们不能只是这边和谐就算 他开始有一些理念 这种理念当中 很多时候是透过知识 一套一套的知识 所以某程度上面 来到这个level的话 品质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quality 比如说做QC quality control 来到这边做quality control 跟这边做quality control 两个世界的 如果来到这边做quality control 很多时候会放水的 好吧 同乡 OK 好了 这个就这样吧 来到这边 它多了一个性质维度 是什么呢 它是包含概念 包含概念 就是说 并不是来到这边 以前都没有 它是一个包含概念 就是说 我从这边 发展到这边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 我再发展到这边 成人发展理论当中 有一个概念叫做超越 以及涵盖 beyond and include 超越涵盖 所以带来是什么 复杂性会更多 一方面 当然我认你是我的同乡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事情没做好 它能够有这种分离 能够区分清楚 什么要守住 底线 在这个部分当中 它有些专业的底线 能够hold住 虽然在那个位置当中 可能hold的比较死 你看看专家跟专家吵架了 彼此都hold住自己的一套 不放过彼此 所以某程度上面 你不要期望在这个位置当中 他们是一个 很好的沟通者 但是起码 他们开始讲道理 某程度上面 他也尊重什么呢 steps 护照 他也有一个什么呢 他们对于流程 有追求了 对于这些部分当中 他都有一种sense 但是当我们说专家的时候 它是一个心智上面的意思 它并不仅仅是说 那个就是会计师 所以他就是专家 不一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在家煮菜 也分层次了 各位知道吧 机会主义的煮菜是怎么煮的 有什么吃什么 来到礼节是怎么样 传统 我妈是怎么叫我的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煮 来到这边是怎么样 专家的层次的时候 也会研究recipe 什么汤缸茶池 这种 就是 你要这个量要多少 你要放多少 你要这个是 放出来多久 才能够按照步骤的 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大概可以理解吧 所以 他的这个专家 只是一个标签 它是心智上面的 这个复杂性 他能够hold住 这些复杂性 他的不好处是什么 他的阴影的部分当中 他比较righteous 他比较觉得自己是对的 他只是相信我同行的专家 你不是的 你没有发言的空间 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相对来说 是比较follow的book 书是怎么说就怎么说 如果 你的公司当中 有一些称之为 功能性的单位 functional leader 在这个部分 他的心智水平 起码会在这个位置上 比如说他是 account部门的head 如果他是这个部分 那就麻烦了 他需要起码在这个部分 engineering的部分 engineering的head 他需要懂行 他需要懂一些知识 是必须要 他需要守住 所以这个是minimal 下一个阶段 英文叫做achieve 我们这边叫做目标追随 如果我说这一边 是华人世界的底蕴 现在来 专家这个领域 加起来 这两个部分 几乎是今天 70%以上的leader 都会落入到这一个位置 所以等于是说 如果有一个leader 他开始有一种achieve的性质的时候 企业建议一个收一个 他能够juggle 不同部门的不同需要 所以在目标追随的一个leader上面 他可能要面对是HR 人质方面的 他可能是要处理就是生产 还有marketing 各自都有不同的leader的话 他要懂得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所谓的achieve 就是目标追随的位置 能够整合这些人各自的需要 难免中间有些部分当中 现在我先不看 但是我要先处理那个部分 他中间产生出来一个很重要的quality 也是跟这个复杂性非常相关的 我们叫做flexibility 弹性 所谓弹性的意思是说 他没那么死板 他会看到更远的目标 可能当下进行什么取舍 他会想不同的路径 来发生这个结果 面对当下的乌卡 他可能很快地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不过话不说就马上去 进行在他手上 自然能够做的情况下 做到最好 他往往是一个企业当中的 大过大大接大 他能够号召人群 他是一个火车头 他是带动人 在工业年代 最完美的领导经济 刚刚我们谈到那个部分 其实是有一本书 就是Bill Torban 他们写的就是Action Inquiry 如果你如果想要找参考 你可以找这一本著作 来看 但是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过程 我并没有完全依靠那个部分 更多是我自己做这些年来的一些体会 我们说在专家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 对于第一条当中的要求 就不一样 它能够hold住一些复杂性 我们叫做细节性的复杂 但是细节性的复杂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容易让人走向 我们称之为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的就是说 我在某一个很窄的东西当中 我要做到最好 如果你只是追求我这种局部的复杂性 所以很容易会追求那种局部的优化 今天有很多时候 组织当中提到KPI 为什么我们会诟病 或是说了KPI不好 KPI其实是中性的 只不过当我们设定某个KPI的时候 其实人就会很窄很窄 追求这种的极致的时候 往往摸下了其实跟更大系统彼此的关系 所以某程度上面 在专家这个位置当中 这个是特别留意的 这个我们叫做detail complexity 当然来到这一面的时候 它开始多一些弹性 多一些包容空间 有更多的弹性处理事情的一个能力 这个部分当中当然是很好 但是来到achieve这个level 它开始能够处理优先顺序 它以大的目标为主导 所以它能够有一个long term plan 这个计划当中 它有一些什么需要的牺牲 在这个部分 它的leadership产生一个巨大的优势 只不过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它有一个我们需要了解 无论我们说到achieve是怎么大气 怎么不一样 但是它还是比较在大环境 设定好的环境下去perform 相对来说公司已经硕定好的战略与目标 他们去执行 所以某程度上面 他还是在一个执行的位置当中比较好 同时他相对来说 不会特别去质问 比如说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带来的那种的 只是追求增长这个事情 他会觉得是追求增长的是好 所以这种大道理当中 他相对来说还在那种思路上面 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全新定义 周边环境的能力的部分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 已经是顺畅的运作的话 你带来这一个人 或者是以及上面这一群人 对一个企业来说 只要都放在一个相对好的位置的时候 你的企业运作应该没太大问题 只不过当我们说 这一边这个过程 无论我说他怎么高端 这个achiever如何高 他还在这一边这个位置 但真正的走到这一边的时候 起码是三个阶段的工作 现在我们讲了四个层次 这四个层次我相信 已经是盘盖了领导 心智当中 人群当中 百分之八十的人群 但是我们走进了三个阶段的时候 所谓的更往后发展的话 这个就重要 这个是什么呢 起码走到一个多元意识的层次 这种leader 他能够理解到同一个meeting 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如果你是一个leader 你在这个level 你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不管你们 我只管我自己 我做好就行 如果我在这个层次的话呢 我也难以理解你们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就简单假设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不要变会比较好 我们活在一起 和和气气 有一种所谓的和谐的氛围就好 来到专家层次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是 我的更对 所以你可以跟其他人来argue 吵架 最重要是什么 在这一场战当中 我能够win 当你是这个achieve的时候 你相对来说 是多了一些维度 能够跟其他人沟通 只不过 还是有一个大的目标 在你头上面 最后还是要达标 这个范畴已经定好 你要帮我开拓这个市场 你要看我做好这个事情 你要做好这个任务 Leader是没有太多的自己的 去跳上去去思考 大目标是什么 那么按照大目标 下来我就执行 来到多元意识是什么呢 多元意识就是 他多了一个能力 去理解到每个人的想法 所以他有一个能力是 能够真心的 有兴趣的 去理解到每一个人的 背后的想法 这一种能力是主动的 它并不是被动 是主动有兴趣去理解 其他人在想什么 来到这个多元意识 主导这个位置当中 出来的那一种 我们称之为 curiosity 好奇心 对于所谓的目标 它容许自己可以 再定义 所谓的redefining 那个目标 到底这个是不是对的 因为他好奇 其他人怎么想的时候 他能够得到 更多的information 更多有效的资料 相对来说 他也是更敏感的 他的敏感 相对来说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 他容许自己的部分当中 是可以被质疑 同时 他也多了一个对外 的那个是好奇 对内 他可以愿意进行内观 以及内观的过程当中 他容使自己 能够调整改变 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中 我们称之为内观自变 这个的空间 是不一样 以及行动逻辑 你会看到跟之前是 很不一样 基本上他大脑 好像重新 rewire过一样 他不会太过 追求某种的确定性 因为他的这个好奇 他的资料 能够收到更多的时候 他可以从中产生 更多有趣的 洞见 当然 从有趣的洞见当中 能够产生下来 就是什么 创意 就会更多 所以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境界来 这个是一个心智上面的capacity 它有这种的维度出来 同时我们觉得 当他有这个capacity 不代表他有这个skills 所以你有这个容量 与你有这个skills 分开 技巧 可不可以训练 可以 然后我们提供给你训练这个 起码 我相信你现在的心智的高度 接得住这种skills 所有的leadership 并不是仅仅是skill set的训练 因为有一些技巧 照着你之后 你接不住的 为什么 你的心智水平还没发展到 接住这一招的这个机会 举个例子 如果你还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还是非常关注自己的荣耀 突然我跟你说 这一招可以更好的聆听 你会觉得是聆听干嘛 如果你是一个achiever的时候 你会非常在意一件事情是效率 如果要我听那么多元声音的时候 我在浪费时间 所以我刚刚说了 每一个阶段都是关于 你看这个世界的不一样性 你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我干嘛要跟你说话 如果你知道有更多的信息的话 你会比我跑得更快 这不行 我必须要给你更快 它这个世界观是很不一样 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你更关注 这个steps有没有作对 是不是按照某一个专家 那个理论是来自什么的 你会 argue一些细节 你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们可以对于这一边做法 提出一些质疑 甚至于如果是合理的话 我们可以试图推翻它 但是它并不是乱来的 它有一定的水平 这些部分当中它还是hold住的 所以来到多元意识主导 这个境界往后 就是我说 如何让leader们 从这边迈到这一边的 就翻开另外一边 现在 你作为leader 更大的难关 就在于这一边有一个 很厚的场 很厚的场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两个字 惯性 虽然你知道 我们需要找到这一边 但是这个行为上面的惯性 一次又一次会来过去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有一个工具 有一个框架让你知道 我们一次又一次证明是有效 对于团队来说 对 我们还是落在这一边 他们的语言能够很清楚 提醒他们自己 对 我们还是习惯 用这种的习惯走到那一边 我们希望是更多的 整个能够进入到这一边 这一边是怎么样 我们还没懂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试图放松一点点 那边的习惯 这个就变成了 整个idea 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叫做战略家 strategist 战略家其实是 当你走进一个新的思路 思维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更 游刃有余的 能够走进这个区域当中 能够更自如地 做到更多的探索 改变 内观思辨 创造 放掉规矩 来到这一边 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能力 是什么呢 他能够反过头来 包容前面一些阶段 为他所用 所以对于他来说 比如说 在这个阶段 某一个专家的层次的时候 有可能他看不起这些部分 有可能他也觉得 这个leader在浪费时间的 你太仁慈了 你太什么什么样 如果给我的话 我会 帮帮帮帮你杀掉他了 因为为什么我手上面 这个方案就是最好 所以在下面的阶段 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是比较矛盾 或者放弃是什么 他反而是难以欣赏 其他层次的好处 或者是他比较没有看到 其他层次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 他可以用 所以如果我们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话 我们对于下面每一个层次 都带着某一种欣赏 以及于使用的空间也出来 同时他有另外一个quality 他能够收集多元信息 但是有可能这些信息都是怎么样 互相打架的 甚至于互相矛盾的 一个高手的定义是什么 他等于是说 我手上两个东西是完全碰撞 是完全打架的 但是我还能够function 我还能够运作 甚至于我碰撞出一个更好的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水平的境界 在我们看到的例子当中 来到这个位置有其中一个trace 它们是改变外在环境的力量 是特别足的 它的再定义 就多了另外一个维度 是什么呢 它能够影响行业 改变游戏规则 甚至于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最common的例子 就是Steve Jobs 以前是Apple 你看到 在苹果的时候 它改变多少个行业 音乐 游戏 电话 还有用电脑 电脑也是被颠覆了 对不对 App Store 你能看到它的 不是一次 一次有可能 它只是什么 运气 当然大部分的企业 抓住这个运气 能够还可以走很远 但是这种 它们自我革新的能力 或者是不断地影响 行业的规矩的能力 是非常不一样 它有这种重塑组织 重塑行业的魔力 它不会反对 下面任何一个层次 它会使用这种层次 甚至于 我需要的时候 我跑到下面去 所以有一句话 就这样说了 Think like a strategist Act like an opportunist 就是当你行动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的 活力与很猛的方式 来达成你要找的东西 所以它的暴容性是不一样 其实在战略家网上 还是有一个层次 我们称之为念经书师 念经书 这个你听到都好像 已经到了另外一种境界 有一些不像人类的状态 对不对 从很多文献当中 现在能够找到的一本样本 其实非常非常汉有 不多 但是大概我们可以想象 在这个境界当中的人 他们都会有一种 所谓的散散落水 散散落水的那种能力 你可以想象 比如说 耶稣啊 孔子啊 Mother Teresa 这一种 很多时候 这种人通常都不在 企业的场域当中出现 他们会更多地走进 所谓的社会的场域 因为他们往往希望是更多看到 社会上面的变革 改造社会的那种意愿 或者是动力会很大 我自己的经验当中 最明显的一个能力 来到这个阶段 是对于自己的 所谓的内心当中的 Dark Side 一些阴暗面的包容 因为你会看到 一个一个阶段上去的时候 其实他会看成为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包括自己的 不好的部分 也可以用 举个例子 并不代表Steve Jobs 引导这个境界 其实他有很多 被人认为是讨厌的行为 其中一个就是 他是经常脾气非常暴躁 或者是他有扭曲 这个气场的能力 但是他能够 在自己的关键时刻的时候 他能够用这种的quality 他能够包容 变成是他可以使用的部分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 当年如果Android在Google 他们在发展 这个安卓的平台的时候 如果不是Steve Jobs 就去他们现场 去送他们的团队 以他的个性 他的那种power 他的气场 压住了其他人 令到他们整个团队发展 所谓的Android的作业系统 其实是 持了起码一年到两年 这个就是他在用自己的 那个比较磨的部分 相对来说 来到这边的时候 在我们前期有很多自己的本质上面的 一些很野蛮的动力 很野蛮的部分 我也能够运用它 也创造了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包容自己 那个黑暗 或者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阴影的部分 对于这个境界当中 其实是重要 当然我这样说的是 其实是战略家已经 从这边走上去 他的包容性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样本 我们现在还不足够太多的评论 这个位置在南 所以我们在体验内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只是说下面这几个阶段的部分 回到之前说到那个肯尼芬的框架 这个系统的复杂性 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要求 这个部分有一个match 这个match是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心智的复杂性 我们说为什么心智复杂性 是一个当代巨大的领导力议题 它并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议题 它是如何从技术性走到调试性 所以我们说这一边 我们相对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领导 所谓的technical leader 这个是一个adaptive的 调试性的领导 从这边到这边 连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肯尼芬 try to make sense 这件事情是什么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所谓的一对一的关系 中间还是有很多 我们可以在细节的走进去去套 但是起码这个框架 就是有一种的思路给各位 我希望这个connection对各位 会有所帮助 有一句话 我也希望是跟各位同学 来先说一句就是 all models are wrong 所有的理论 所有的框架 都是简化 所以它某程度上面 也是错的 but some are useful 但是有一些是有用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进行一种 重新来思考这个事情 是给予我们什么呢 空间 就好像我们站在一个看台上面 standing on the balcony like make sense 说一件事情 然后某程度上面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大的规律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肯定是这样 中间有很多空间 我们还是需要摸索的 随即这个部分当中 有一种谦虚的心态是很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 我们看到谁谁谁 我们打一个标签 这个家伙是专家了 这个反而是给我们自己来内观自己 我刚刚好像跟其他人arguer的时候 我的专家的个性又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效 因为到底其他人是怎么样 其实人是复杂的 但是你透过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给自己空间慢慢梳理 原来是我有不同的voice 我可以有不同的voice 这个时候我要发言 否则的话我的利益就会被损害了 所以我又会有自己争取一下 OK come on 我此刻希望是被看见的 我希望是有一份被认可的荣耀感 其实部分当中 你多了一个维度来看见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 当然当你越在后面的时候 你会越留意到 你能够深统感受其他同事们 他们也可能有这种需要 他们也可能有这种困难 这便是我多一些方法 能够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